KBS德瑶既大乱斗粉丝抢入场暴动打群架防弹少年团 上及TWICE下接出席KBS德瑶大助记 翻设自韩网 娱乐频道 综合报导 KBS德瑶大助记佐 27日 在国际展览中心Kintex登场 所有当红歌手齐聚一 堂 大批粉丝涌入要一睹偶像风采 然而进场却毫无秩序 搞得工作人员及粉丝火气都很大 甚至一度爆发肢体冲突 场面一片混乱 KBS德瑶大助记入场劝一票难求 当天入场动线更是一团乱 有人插队也有没够票的粉丝趁机混入会场 导致有票的粉丝无法顺利进场 双方起冲突打群架 还 变成推及踩踏踏 宛如暴动 最后是动用警力才平息冲突 而失控的场面也让工作人员火大直喊 明年不办了 粉丝也回呛 不要办啊 现场烟消未四起 KBS德瑶大助记入场动线乱 惹火一票粉丝 翻设自微博 已经加好友了 谢谢 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 心情好 已经按赞了 谢谢 相关新闻 救国黑色中场法 亮相为师浪漫 卷魅力爆棚嘲讽BTS引爆怒火 澳洲国营电视台 不认错中华电信IoT大平台 创意应用赛出炉 影音 真心画大冒险 防弹太阳画 陆克机 场时尚网校翻BTS 防弹少年团创KPOP 最大规模世界巡演四分之五 登台看点不可不知 退休理财工具怎么选 手中风险 控管全球最帅 美男真实 身材曝光 宝宝度 剑客根本反差萌